日本前任众议院议长石敬光次郎 中午11点35分 率领了22位日本的各界名流 前来我国为蒋总统祝寿 他们今天在台北国际机场 受到张群、古正刚以及孤正福等人的欢迎 石敬光次郎等一行 和昨天到达我国的日本前任首相安信介等三人 一共有25位 他们除了要向蒋总统祝寿致敬之外 还要和我国的政府有关人士 商讨加强今后中日经济合作的事宜